大師洪仲秋在生前疑似是因為兩杯飲料 體檢報告才會能夠因此快速出爐嗎 那麼實際走訪的湖口附近 總共是有五間的飲料店 店家就表示了 他們的確經常幫這個五四兩旅 來外送手搖飲料 只是他們對陳以仁還有范左仙 是沒有印象的 而現在這兩杯飲料也成為關鍵了 因為如果真的是說 是請飲料給體檢單位的人 那麼恐怕所有相關人員 都責務旁貸了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洪仲秋在體檢之後 可以發現到他的BMI值是達到了33 也就是比較高危險的一個族群 照理講以他像這樣的這個身高 還有稍微過重的體重 BMI這麼高 是沒有辦法送到禁閉室的 但是他在六月二十七號 早上十點到下午 四點的時候去做體檢 居然原本這個體檢的報告 照理說是要一個禮拜七天的時間 居然有辦法在同一天 六月二十七號的晚上六點半 這個報告就出爐了 隨後呢他在退伍前 就被送到了禁閉室 現在就傳出了說黑幕重重 包括了是不是有拿飲料 去請這個體檢單位的人喝 所以才能夠在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把體檢報告給送出來呢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 那麼所有體檢單位的所有人員 恐怕全部都要負起責任 來到洪重秋生前服役的五四兩旅 均勻氣氛低迷 看到媒體來訪 軍方馬上拉起柵欄 還請媒體不要拍攝 我們營居門口就在這邊 請我們不要在這邊 當時陳怡仁跟范佐倩 就是在這裡離開營區後 一時到冷飲店買了兩杯飲料 隨後去醫院關心體檢狀況 六二十七號洪重秋 體檢當天下午 市館長就帶著飲料去拜訪體檢部門的人 而飲料到底在哪買的 去瞭解營區附近就有五間 包括人和路 工業一路 還有湖口火車站附近 跟興豐的兩間 但實際詢問店員當天情況 他們說因為軍人外出沒傳制服 實在也認不出來 當時洪重秋體檢完 心灰一冷 有發簡訊給旅長跟聖戰主任 說看到連上士官長拿著飲料 請813軍醫院的體檢部門人喝 懷疑對方被收買 只為了快速懲處他 卻被視而不見 現在這兩杯飲料也成為關鍵 如果真的是因為這樣報告 才快速出爐 恐怕所有相關人員都責無旁貸 投資新聞請用一切正凡在新竹採訪報導 早 絡的 選的